大家好,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特别新闻报道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则重要消息 来自菲律宾的地震情况 菲律宾明达纳俄岛于12月3日晚间再次遭遇地震 这次地震的规模达到6.6震源深度为56公里 这场地震紧接在2日晚间的7.6级强震之后发生 镇央位置非常接近前一次的强震 这场强震之后,菲律宾已经经历了超过600次的余震 其中规模超过6的余震已达5次 这一连串的地震活动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本气象厅与地震发生后不久 发布了西北太平洋海啸资讯 提醒镇央附近可能发生海啸 他们还指出,虽然日本沿海,海平面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不太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这一消息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海啸预警系统增添了一层保障 至于菲律宾方面 当地气象署目前尚未针对此次地震发布海啸警报 然而考虑到地震的规模和频率 当局仍然保持高度警惕 并呼吁居民遵循所有安全指南以防万一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此次地震及其后续发展 并及时向您报道最新情况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能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以获得更多更新与资讯 明镜思 interessante